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无论行业将来会如何发展 对于那些做过巨大贡献的艺人 大家仍会铭记在心 而接下来要说的包裹梁 或许年轻朋友不熟悉他的名字 而且如今也已经几乎见不到他 但是当年他红火的时候 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不过他这一生的经历 其实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坎坷故事 包裹梁在大概七岁大的时候 全家又于某些原因迁居北京市 而在他14岁时又曾返回蒙古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1940年代末期 当时就读于徐惠中学的他 终于跟随家人前往台湾 并在新的地方继续自己的学业 初中结束之后考进了大学 开始攻读法律专业 然而在大学里求学的这三年 包裹梁突然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研究家乡民俗 随后便毅然放弃学士学位 成功考进了民族学系 在第二段的求学生涯中 他因为生活所迫 曾兼职过送报员和家教工作 学成之后还去过台北市私立开平中学当班导师 这样平凡度过几年后 他终于得以进入民房广播电台 开始接触广播事业踏进了演艺圈 后来又碰上广播公司正在招考记者与播音员 包裹梁对此大感兴趣 一番努力后考进中广 而此时的他已经开始身兼记者和播音员 还有节目主持人等多重身份 当年由他主持的中广节目《勤运歌声》 也因为他的学识和主持能力深受观众喜爱 成为家喻户晓的节目 1968年的时候中士筹备成立 中广总经理兼中士总经理的李世芬 因看中包裹梁的能力出众 便派遣他远赴日本放松协会 学习电视导播技能 而包裹梁也不负众望 在顺利取得两张合格证书后返回台湾 成了中士的第一位导播 但因为当时的中士节目几乎已全部委托外人制作 又恰逢中士开播在即 他只得被迫暂时调任至主持人一位 1969年由包裹梁主持的一支节目《猜猜看》正式开播 《猜猜看》其实是他主持的第一个电视节目 当时好曼丽还担任第一位助理主持人 也是因为猜猜看让他从此成为专职主持人 不再参与其他方面的工作 而他在猜猜看中的经典口头禅 例如标准答案 带回家去当纪念品等 不仅在当年宏祭一时 直到今天都有人能脱口而出 再后来包裹梁又与张灵 白嘉丽还有李锐州一起合作主持了 由台式中士华式联合转播的晚会 中兴之夜 遗憾的是 等到1975年年中 他主持的彭莱仙岛 突然宣布短暂停播 而复播之后 主持人却被替换为珍妮与李记者 当时因为包裹梁被换下 还曾有许多观众为他鸣不平 直到发现 他依然能在欢乐假期中主持时 才慢慢不再发牢骚 到了1976年4月 当时正担任中士社教节目 安全岛主持人的包裹梁 在事业之外却遭逢变故 据悉 他曾驾驶自用白色轿车 从台北县新店镇 而在开往台北市的途中 在新店镇北新路三段 与盛安街交叉口 与六合交通公司的游览车相转 他的轿车被撞后 翻倒在路中安全岛外边 身体也是受到重伤 当场就被有人送往 更新意愿进行急救 之后经过漫长的治疗时间 才慢慢恢复过来 重新踏入事业中 不过又因为某些原因 还了假期开始 由张淑娟 扣少恩接受主持 直到1984年2月26日 包裹梁 才恢复主持该节目 隔年 华氏又播映了 由包裹梁主持的 以介绍钓鱼活动为主的节目 水的诱惑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因为他的合同问题 水的诱惑制作人冰介夫 在与中士有关主管长谈取得谅解后 才对邀得他跨台主持新节目 不过后来 由于中士不满水的诱惑收视率高于同时段的中士节目 所以包裹梁仅仅参与三期节目之后 就在中士的压力下辞去了主持位置 从第四集起 变改为杨楚光与陈永涛主持 但工作人员字卡 依然是包裹梁与冰介夫挂名制作人 再到1987年2月 节目欢乐假期 又换成王孟林接任该节目的主持人 当时刚接任的王孟林 还曾表示压力很大 因为有些人认为 是他把包裹梁挤下来的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而是制作单位请他来主持的 而王孟林之所以要解释 就是因为当时再次更换主持人 一度惹得观众相当不满 或于无奈才出面澄清 但各种缘由 至今都无人清楚 在事业之外 包裹梁的婚姻很是幸福 其妻子是客家人 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她还曾笑着对媒体说 根据《家谱》中的记载 她的祖先们有史以来 直到她这一代 是没有任何混血的纯粹蒙古人 但是到了儿子这一代 却拥有了一半可家人的血统 不过她也并没有因此而心存芥蒂 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作为主持界的长青树 许多歌星为了尊重她 在她上了年纪之后 还将称呼从包叔叔改叫包大哥 而不服老的她也欣然接受新称呼 另外包国梁这个人平日颇重义气 因为她主持优秀 所以经常有朋友结婚找她做私仪 而她也是只要有空绝对义务帮忙 但是得准备个人抬她回去 因为包国梁平日就好悲中之务 每每替新郎新娘党酒时 就成了打架攻击的对象 她更是悲悼必干 所以每次酒席结束 人也喝趴下了 但敬业的她 每逢有节目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喝酒的 而这份敬业的精神 也正是她成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 她的敬业也不止这一点 通常在节目播出或录制前 她都很少开口 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熟悉台词 和理清主持思路 对于外人的夸奖 她却说 这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是吃这碗饭的 要尊重这个行业 此外 因为当时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没有智囊团 专门替主持人专写台词 手上只有一份节目表 所以在节目前 就必须将头脑冷静下来 慢慢回想一下 以往对这位歌星 甚至是对这个节目的认识 这样才能做到切体的介绍 不至于尬场 对于工作上可能会出现的困扰 包裹梁则透露 因为歌星大都在不同的歌厅工作 往往无法准时赶到台里参加录影 而现场又早有观众在等候 这就是主持人头痛的时候了 必须得想办法多说话 成场面 不能让他冷场 值得一提的是 一般节目中的增奖 广告商多少都会做点币 但是在包裹梁主持的节目中 这点可行不通 有次一个专做毛巾和床单的广告商 要求他把头灯奖赠送给公司内部的人 结果他当场脸色一变 粉声呛道 对不起 请你另外找人主持节目好了 吓得那个广告商连连赔不是 最后也是严格按照规则 将奖品送了出去 另外 以前在电视上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最美丽的主持人 或者是最俏皮的主持人等之类的广告 然而唯独包裹梁有个怪异的 最不会看病的主持人的称号 而且还曾出现在某个面类产品的广告中 后来这个广告却不见了 而他也不再接拍任何广告 至于原因 原来他之所以不敢拍广告片 就是因为广告中的这个负面标语 据说当初这个广告播出没有多久 就让他接到不少观众的来信 纷纷在信中责备他 更有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名行政院 认为他作为常主持 庆典特别节目的主持人 不该有这种端碗面 跳出来做小丑状的广告播出 于是行政院下令停播了这个广告 而包裹梁再也不敢随便拍广告了 时至如今几十年谎言而过 包裹梁的头上也早已经开始出现白发 但他当年所主持的节目 收视率都是高高在上 甚至在年老时主持 依然能收获不少掌声 也无愧于长青树的称号了 从已多年 因为实在且刚正的性格 朋友并不是很多 但曹熙平绝对算一个 据曹熙平回忆 他第一次踏进中式录影的时候 当年电视台还在台北市仁爱路上 而他第一次录影遇到的贵人 就是包裹梁 而当时两人录制的节目 正式中式招牌节目 欢乐假期 对于此段经历 曹熙平永生难忘 包裹梁一路走来都非常照顾他 他也回忆说 好几次我们还同台做秀演出 因关系交好 当年曹熙平的婚礼 也是由包裹梁主持的 曹熙平还补充说 连我去一工队也是他帮忙介绍的 然而此去多年 如今的包裹梁却完全失去了消息 无人知道他在哪里 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昔日好友便寻多年 仍不见踪迹 就连曹熙平也没有了消息 每次看着两人往日的泛黄照片 他总是叹口气说 不知道包大哥现在在哪里 他也真心盼望能找回一路走来 真心提携后辈的包裹梁 但遗憾的是 至今为止 包裹梁依旧杳无音信 但是他曾经的辉煌经历 却依然影响着每一位后辈 有网友曾说 或许此刻的他 正在某处安享余生 毕竟熬过辛苦的演艺生涯 也该想想轻浮了 希望包裹梁能真如这位网友所言 在终于静下来的生活中 安心享乐 不再为尘世烦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